78块钱三个菜两个甜品两个饮料两碗米饭 在凤台还是有面子 太阳探店良心得见 今天是我们家门口 最近一直都没怎么拍节目 一边忙电了 是吧 所以就是停了一段 但今天这个必须得拍一下 为啥呢 这两点香烤鸭20年了吧 差不多得有20多年了得有 只不过今天没点烤鸭 他们家现在先出一套餐78块钱 就可以吃到他们家的粥培 芥末鸭鸡肉跟饼肉肉 所以冲着芥末鸭肉就来了一次 我没想到 小份就小份 78块钱还要炸自行车 给你们看看 下面是龙虾片 然后上面是一个炸过的虾仁 抹着蛋黄酱 再来一个 巨大 再蘸这个蛋给的蛋黄酱 还有一个蛋黄酱 里头放了一点鸡 这样吧 所以吃起来就微微的有点脆 而且巨大个的虾油 这些菜 做他们家单半啊 68 现在是在家10块钱 再送你俩菜俩 俩甜品两杯一杯 还有两碗米饭 还是分开吃好吃的 虾球是虾球 虾片是粘片 炸皮一杯装的分杯汤 这个啊 就更厉害了 布丁鸡豆花 这是鸡肉打成熔一口 做成的冻 上面撒着桂花酱 我得吃 这可能是个新菜 以前没吃过 尝一口 非常细嫩的口感 然后淡淡的有点鲜肉 然后甜甜的 好吃 奶香味 我鸡肉做成奶香味 鸡豆瘦肉 耳肉 脆绿脆绿 而且你看它这肉 我还真的不知道 用的都是什么肘子肉 好像都不是五花 用的是肘子肉 这扁刀瘦肉 在新丸也算到名菜 因为我第一家住这四季 所以我们以前来的时候 都是点这个 他们家这扁刀瘦肉 就比较有特色 用的肘子肉 吃起来卤肉的香味很道 哎呀 超级下饭 两个人吃肯定够了 超级打下腰 大半菜 这就不说了 爽爽够吧 就如果你不想吃这些 他们家还有特别传统那种北疆菜 龚鳌鸡丁啊 原油酥什么做也有特好 糖醋里子也挺好 这是他们家招牌啊 大麻鱼 这是水煮鱼plus 大麻鱼 这是我觉得他们家特别好吃的一个菜 好久没吃 就是一个水煮鱼plus版 它的麻味会更重 某瓶上 他们家的大麻鱼比较爽便宜 基本上烤鸭 但烤鸭实在不想吃 就你这吃一口 我整个嘴里都在过店了已经 也算是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大麻鱼 就是因为它这麻味是要比别家都重 已经吃完了 打包了 78块钱 三个菜 两个甜品 两个饮料 两碗米饭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了 而且味道都不错 特别是扁豆烧肉 真的很好吃 有机会啊 一定要来试试 借给他酒 他们家招牌都不说了 还有这个 布丁鸡豆花 北京是很少见 别看见这小碗 坐起来可是超级麻烦 有机会可以来试试 一口入魂的大麻鱼 虽然价格有点高 但是喜欢吃麻的 可以来试试 这个套餐原价88 你拿视频到店提我 就78 在丰台还是有面子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汤店 我吃了 你吃了 这期视频完了 拜拜